為什麼淑慧會臨時被我們找來當這個上節目 因為今天其實本來應該來的人叫做徐巧鑫 但是就在剛剛好 就是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前 徐巧鑫的選區竟然有十多位的里長 說被調查局帶走了 然後理由 調查局 對 調查局說要辦徐巧鑫 徐巧鑫的選區說他怎麼樣 會選 然後甚至連電腦都被扣押了 他說徐巧鑫說他的競選總部明天才要成立 所以但是今天就已經有十幾個里長被帶走了 所以徐巧鑫沒有辦法來上節目 他必須要趕快去現場 據說要去調查局了解這個狀況 那巧鑫也有他有發布了一個他的聲明 我們是不是請導播給我們他的聲明 還有我唸給大家聽 他說這個絕對不可能有會選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的壽面跟里長是分開購買的 這個活動是不分黨派的候選人 政治人物都有出席 我的競爭對手就是徐淑華 其實也有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被認為有會選嫌疑的這個活動 徐巧鑫這邊壽面一包只有20塊 沒有超過30塊的標準 不影響民眾投票意願 第三點是過程當中 徐巧鑫辦公室以及里辦公室 沒有人喊過動算 或者是說你要投給徐巧鑫的選舉語言 是沒有對價關係的 而且一個重陽敬老活動 他就是一個例行性的地方活動 每年都有舉行各黨派的議員 平時也都會參與跟選舉沒有關聯 第五點是裝壽面的購物袋上面 印的資訊是台北市議員喔 他不是說我是地委參選人或候選人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是台北市議員徐巧鑫 所以這絕對不會有會選的問題 這是徐巧鑫發出來的聲明 所以巧鑫現在正在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據說遇到這件事情的人 不只徐巧鑫 因為昨天在我的線上面對面上 蔡壁吳就說他也遇到相同的狀況 剛剛今天來特別來這個 分析我們這個特別來這個 代打的淑慧也遇到相同 曾經也遇過相同的狀況對不對 我記得當年2020年的時候 燕秀姐跟高嘉瑜在選立委的時候 那在每一場的顧本匯報裡面 我就看到外面都有警方在那邊收證 那我一開始以為說 是燕秀姐申請隨戶 因為我們候選人有時候會遭受到 這個警告威脅就可以申請隨戶 可是我覺得很多個 所以我就去問燕秀姐說 你還申請隨戶喔 她說不是 高嘉瑜每一場活動都去給她告發她匯選 然後搞的調查局或是檢調單 就會疲於奔面每一場都要來收證 是 那我後來走出去的時候 我還開玩笑跟那個 在收證的那個刑警同仁說 記得把我照漂亮一點喔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是民進黨慣用的奧部 為什麼 大家知道很多基層的里長 大家都只是也都是小老百姓 里長其實不是搞政治 他不是像我們這樣子 活裡來刀裡去的 即便是我們這樣被教訓調查局 我也會怕 何況是很多基層的里長 之前民進黨常用的一個手法就是 檢舉檢舉檢舉告發 然後再配合檢調單位 把這些里長請進去調查局 請進去警察局約談以後 我告訴大家出來以後 每一個里長都嚇死了 真的嚇死了 他嚇死就是被帶到這裡去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顏寬恆跟林靜怡補選那一次 也有大規模的里長 就被說有匯選的嫌疑 就被帶到這個去調查了 請問一下 那選完了 選完了以後 有任何偵辦進度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在嚇人嘛 那我不太知道他們是什麼活動 但是如果從這個字面上理解的話 重陽應該是重陽敬老 對我們重陽敬老節的時候 每一個里其實都會有一些活動 因為過去在更早以前 其實因為有敬老津貼嘛 所以里長就不用特別辦活動 但因為柯市長取消了7年 所以里長為了避免被里民罵 所以就會自己多多少少辦一點活動 譬如說準備個壽面啊 或準備一些小東西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就是這個 可是如果是這個的話 里長他的採購經費都是有經費來源的 而且可能都是鄰里建設經費 這個不是候選人出的 那任何一個活動 只要有所有人都可以來的 他就不會是 針對某一個人的特定活動 即便在現場有可能 某一個特定候選人的支持者 他很興奮的說 那奈好有所謂動算啊 你也不能說是整個活動 都是為了我辦的嘛 所以我不曉得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坦白說啦 這個第一個會選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要有錢會選 大家知道許小新 這是最基本的嘛 你總是有錢會選吧 許小新既不是長公主 也不是小公主 她後面也沒有財團 她充其量就是早餐店小妹 對 沒錯 所以第二你要有錢會選 第二個我告訴大家 真的會選 不會去炸被炸 大家知道以前那些 現在還有一些地方 我知道台北縣市以外的地方 可能還有一點點地方在會選 那個都是選前的 選前一個禮拜才會開始去做一些事情 現在還有45天 對你現在45天你拿一 而且連抽籤都還沒抽 號碼都還沒抽 而且那個是重陽節的活動 因為他有寫的是重陽節活動 誰在三個月以前 然後就開始拿一包壽麵開始會選 那麵都吃完了 選舉都還沒開始 老人家可能都忘記了 對不對 老人家可能都忘記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不只是我們遇到 蔣萬安也遇過 蔣萬安在第一次選立委的時候 我記得吧 大概還有張上 張善政去年也遇過啊 對 對不對 蔣萬安在選立委的時候 李辦在辦抽獎活動 OK我們都會捐摸財品到李辦去 那個是很正常的 而且你也不知道摸到誰 而且那麽多人 只有一個人會抽到 所以你不能說那是買票會選 因為可能其他沒抽到 人都不爽你嘛 對不對 所以抽獎摸財品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結果蔣萬安也被告 然後因為這個官司也搞了很久 然後張善政去年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受邀到一個活動去 他受邀 人家只是把最大的獎 或是紅包獎給他去發而已 也說 抓到了 你送紅包你會選 民進黨其實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以為說這個真的違反法律 他只是在騷擾政策 騷擾 第一個讓你基層的條下 哎唷 我不敢跟你做好 待會我再去用鞭去問 假不贏而已 還要增加自己的麻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明天巧新的 競選總部要成立 就要看對對要成立 對很多基層的里長可能 殷尺就不敢去了 甚至我們常常競選總部活動 其實是里長帶著鄰里自公 來捧場的 來捧場的 你這樣子今天把這些里長找去 他明天他不敢來 他的鄰里長本來想來的也不敢來了 這些里長今天晚上能不能離開 調查局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舉動是非常針對性跟惡劣的 從楊潔離現在已經多遠了各位 你為什麼之前這兩三個月你都在睡覺嗎 你收證你收證了兩三個月 把人家麵都吃完了好不好 第一個你收證收證 第二個你為什麼在人家競選總部 前一天禮拜五晚上 當然我沒有這個資格跟能力 去質疑說你們檢調辦案的時機 但你們為什麼檢調辦案的時機 永遠這麼剛好 你禮拜一不辦 禮拜二不辦 禮拜三不辦 你過去三個月不辦 你下個禮拜不辦 你剛好在徐曉欣成立競選總部前一天辦 那這是為了什麼 這是為了嚇阻嘛 這是為了騷擾嘛 這是為了給你一個下馬威 所以顯然是怎麼樣 是這個 許淑華的選情真的已經告急到這種地步 急到必須要在徐曉欣的競選總部 這個開張前一天先把禮蔣通通都帶走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玩 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